如果你喜欢吃面 你肯定听过一宾燃面 一宾的一宾燃面长什么样子 我们去尝尝 这就是菜市场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店 没有招牌的猪肉铺 可以吃燃面是吧 可以燃面 对了 前面卖猪肉 然后后边可以吃燃面是吧 太不好找了 你家为啥连牌子都没有 我打招牌的燃面 不打招牌的燃面 下午的人不得很 晚上开到十二点 十二点 晚上开到十点 然后早上八点钟就开了 一口小锅 对 煎的有没有煎的 这辣子不辣可以多放点 辣 辣的算了 核桃 核桃油 加一辣深核桃油 青桃 这个高级油把香气泡出来 哦 花生碎芝麻碎 谢谢 就这一张桌子 很有味道的一屁然面 我的面完全被这个料盖住 你看这料有多少 半碗的料 半碗料 半碗面 一两 我觉得一口吧 两个一两 两个一两 一两是多少钱 六块钱 很有意思 而且这个门口就是菜市场 你能听到外边车水马龙 而且都是那个商贩在叫卖 真正的第一口一定燃面 好辣 我高估我自己了 我怎么逃了自贡 逃不出一遍 四川是不是除了成都都很辣 我以为会很干 还有这么多的干料 其实拌起来是油润油润的 我们海南过来了 我们在海口生活 海南岛 对 我们从海南岛过来 有空可以去转转 可再要一碗一会儿 为啥叫燃面 点着点着燃那会儿 就有那么干的面 不嫌什么就是 点着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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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得起来 分子的面分子就干 所以燃面是真的能燃的面 所以燃面是真的能燃的面 确实干了 您做点吃 好吃 好吃 是不是 菜都吃了别剩菜了 可是这个燃面味儿也真够燃 真的很好吃 我说下去了 这个碗底你都看不到有一点水 他把那个面就给你甩得干干干的 还好给你放了点核桑油 要一碗燃面汤 然后加上点醋 割了就口 不心骚 不心骚 对 我虽然也是半听半猜 然后大概意思我是理解的 好 大爷这个小厨房就在包姜楼梯下面 我听说这房子有百年历史了是吧 大爷 刚才燃面在宜宾里面 他在这三二三年 在宜宾可能来说有100年 你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 我觉得我有语言是障碍的 我真的是全靠菜 我真的是全靠菜 你是全靠菜 我以为不辣呢 这个也是燃面 燃汤 燃汤面 就是燃面 这次来宜宾吃这个燃面 又见识到了有宽的汤的燃面 真的是大哥的那个汤的 全是料 我的妈呀 芝麻香花生香 还有那个油辣子的香 你的饭有吗 嗯 谢谢 好香 好香 还有潮手 我现在知道大爷的套路了 屋里边就放一桌 然后人都围着一圈吃 人越多吃饭越香 然后客人越多 没有说越不能越做 就是有红味子就做上来 没有红味子就等到 好辣 好辣 辣 辣 大小的还能吃不吃羊好熟 肉焯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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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焯门 我们可以去长江分江口那个位置 来来 焯熟好吃吗 好香 好辣 好香 好辣 这是我们的早餐 姐姐说我们现在是正是最好的时候 要好好的去享受人生 自己弄来吃的 我招待你们 谢谢 谢谢 好感动 没有那么甜 我的心很甜 我的浑身现在都很甜 我们到宜宾吃了正宗的宜宾软面 还认识了宜宾的大哥大姐 今天很开心 就这样吧 喝点赞金肉焯熟 我们明天见 拜拜